侵袭是指强行进入、入侵、扩展或攻击某个地区 领土、国家、组织、个体或其他存在的实体 这个词通常用于描述负面的 不受欢迎的行为或活动 其目的是取得控制 获得优势或剥夺他人的权利 在不同的背景下 侵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 军事侵袭 指一个国家或势力使用武力入侵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领域 试图占领、控制或剥夺其主权 组织侵袭 指一个组织或团体进入另一个组织的领域或市场 试图取得优势、抢占市场份额或打击竞争对手 个人侵袭 指一个个人进入另一个个人的私人空间或生活领域 侵犯其隐私或权益 生物学侵袭 指某种生物入侵新的生态系统或地理区域 可能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造成负面影响 侵袭一词常常带有负面意义 因为它通常意味着强制或非法的行为 对受侵袭的一方带来损害或不公平 在国际关系、商业竞争、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 都需要关注和防范侵袭行为 维护公平、和谐和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